1月14号当天,一位名叫看向大师的大威发文说,这对娱乐圈二字夫妇名存死亡,妥妥的同床一梦,懂我意思吗? 这个看向大师刷出了一张图片,不过把图片砸满了,不用笔者说名字,想必大家都看出来看向大师在影射谁了吧? 下面是原图,吃光群众吐槽,说话也有品有据,不要制造噱头,你会为这个分析负责吗? 邓超尊历怎么了?不会吧?感情这东西跟有几个孩子真的没关系,孩子是真可怜 不是吧,都一一女了,多么幸福美满的一家,事业也有成 这个大威作用516万粉丝,使之明星做秘密博主,为娱乐圈艺人操碎了心啊 此前分析过西梦瑶和尤军,也给文新提出过建议,还偷袭过渡海涛和沈梦成,也暗讽过范冰冰 与此同时,也有知情人士发文称,恩爱夫妻差点离婚 该知情人士表示,这对夫妻经常上热搜,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平时夫妻感情还可以,不过并不代表男性不会偷吃 爆料者指出,这个女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但是又一次碰到了一个厉害的小三 对方还是圈内的人 爆料者介绍说,这个小三多次反扰女性,导致女性暴怒,气得要和男性离婚 还说,连离婚协议书都答应出来了 最终的结局是,该男性吓得立刻和小三断绝关系,那个小三据说也被封杀了 这位爆料者是一个资深瑜伽,该消息曝光后,很多网友也开始纷纷猜测,恩爱夫妻到底是谁 不知道这位瑜伽的根据是什么 空口无凭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,没证据的话,随口不乱爆料,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也希望吃瓜群众,不要盲目跟蹦甩策,励志吃瓜 再强调一点,杨娘的感情一直都是很稳定的 一家刺客很幸福,是娱乐圈的魔法夫妻 希望能一辈子恩恩爱爱,永远传递正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